疫苗抗新冠 制造技术各异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荣誉理事长李秉颖医师解释 辉瑞斜线BNT疫苗与莫德纳疫苗采用RNA平台制造 AstraZeneca,简称AZ,疫苗则用线病毒作为载体 很多人认为新技术将取代传统的蛋白疫苗 其实有待观察 AZ用线病毒作载体,莫德纳采RNA平台 AZ新冠疫苗在内 所用的蛋白疫苗是直接做出免疫系统可辨识的S抗原 制造后必须蠢化,过程比较复杂 打入人体后,这些蛋白直接刺激免疫反应 过程比较简单,可说是由繁入检 RNA疫苗与线病毒疫苗制造比较简单 打入人体后必须进入细胞制造S抗原 这些抗原表现在细胞膜上 让免疫系统便适宜产生反应 过程比较复杂,可说是由减入反 RNA疫苗与线病毒疫苗进入细胞制造抗原 会导致两种特殊现象,其是这些疫苗如果进入细胞 会随着血流跑到其他地方 动物实验发现这两种疫苗会扩散到局部淋巴腺等处 而人体接种试验也有一定比率引起腋下淋巴腺肿大 这是蛋白疫苗未曾有的现象 或许,这是RNA疫苗与线病毒较常引起发烧等不良反应的原因 此外,进入协议的外来抗原比较容易出现 包括过敏性休克在内的严重过敏反应 而RNA疫苗与线病毒疫苗的过敏性休克发生率 的确稍高于传统的蛋白疫苗 其次,RNA疫苗与线病毒疫苗让S抗原表现在细胞膜上 免疫系统会认为这是被感染的细胞 而UT细胞便是加以攻击 进而让疫苗所进入的细胞受伤 RNA疫苗会引起罕见的心肌炎 线病毒疫苗会引起罕见的血栓 都被认为可能跟自体免疫反应有关 这或许源自于免疫系统攻击疫苗进入的细胞 活性减毒的线病毒疫苗接种后 人体会产生对付线病毒的抗体 其后接种的同种疫苗效果会变差 如果以后需要加强剂 其效果可能也会打折扣 RNA疫苗引发的免疫记忆 会不会让以后加强剂的心肌炎发生率更高 也需要观察 传统蛋白疫苗是否被取代 仍有待观察 许多疫苗厂推出不同平台的新冠疫苗 COVID-19疫苗 主要考量是制造快速 能快速变换疫苗抗原成分 不需要添加额外的免疫阻剂 但越新并非一定就越好 有繁入繁的就是蛋白疫苗 其安全性可能优于有繁入繁的新疫苗 健康生活编辑部 而使大家内容判断过分手 帮助您的神称 持续统扎